好,接下来我们刚刚发现第四小题还没有介绍 那这里介绍一下第四小题 那第四小题很简单 它是要问发射时候的初速度 那你可以把发射时候的初速度 看成是回到A点的末速度 这个发射时候的初速度V0 那等它回到A点的时候 应该也要是得到一个速度-V0 那如果是要得到这个后来的速度 其实你可以用V等于GT 从C回到A 从C回到A的时间 然后乘上G 那就是得到的末速 那这个就会相当于是-V0 大小会是一样的 那结果就会是30 因为就是10乘上3秒 就会等于30 因为我们的C到A时间是3秒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做法是 直接带于等加速运动公式 那我们可以以向上为正 以向上为正 那以向上为正的话 末速度为0 初速度为V0 加速度就要写成-10 因为我们以向上为正 然后经过的时间 就是从C到A的时间 也就是3秒 这个是算出 它飞到最高点 末速为0 然后时间是3秒 经过3秒的减速 会变成0 所以一开始初速应该是30 这样经过3秒的减速 它才会是变成0 所以初速度就是30 你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就带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不过要注意哪个方向是正 哪个方向是负 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 从A到C 从A到C所需要的初速度呢 就跟从C落回A 落回A的末速度是一样大 只是方向相反 那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从C落回A的速度 那就是用第一条 这一个 好 这就是第四小题 刚刚忘了讲